水葫芦曾在中国泛滥 我们几十年都没把它根除干净 而柬埔寨竟然希望它四处泛滥 还把它当成宝卖钱 同样是面对入侵物种 柬埔寨能做的 为什么我们没做到 但紫红紫的花朵上 镶嵌着一只蓝色的眼睛 所以水葫芦学名叫做凤眼蓝 而且进步酷似葫芦 造型奇特又好看 所以在一百多年前 有人将它从巴西引入到国内 刚开始也只是种植在达官贵人家里 当作观赏花 后来意外发现 猪竟然都跑去吃 这一传实实传百 水葫芦能喂猪的消息就传开了 这家伙好养活 班值还快 猪是能省下不少钱 当一些人打捞喂猪时 发现原本不太干净的水池 吃水竟然清澈了许多 所以水葫芦净化水池的能力 被人们得知 于是有人在一些污染的水域 种植了水葫芦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善举 没想到却酿成了一场灾祸 因为在巴西老家 有象甲虫可以制裁它 而到了中国没有天体 也就没谁能够阻止它 攻占河流湖泊 时间长的就在野外犯了成灾 这东西你别看长得漂亮 它可有一副蛇心肠 别的水生植物 都是十天半个月才能生长出来 而水葫芦呢 五天时间数量就能翻一倍 一株能散播三百粒种子 二十株就能在八个月时间里翻六万倍 一个池塘湖泊 不知道多久就能被它占两 如果水域中没有空间生长 水葫芦种子就会藏在水下 时刻盯着水面 哪里有缝气就往哪里钻 如果数量太多 水下的植物无法光合作用产生氧气 小鱼小虾小水藻只有等死的份 而且水葫芦枯萎腐烂的时候 也会消耗大量的氧气 导致原本缺氧的动物们血上加霜 再加上枯萎时 会释放曾经吸附的重金属 再次对水底造成污染 说这是区域性灭绝也毫不夸张 而且水葫芦多了 还会阻塞河道 影响船只通行 所以不管是人类还是鱼类 甚至是植物类 都饱受水葫芦的折磨 所以从上世纪 我们每年花上亿解决水葫芦的问题 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了成效 有意思的是 柬埔寨也遭到水葫芦主旗 可人家不但不头疼 还希望能够大面积泛滥 这两个柬埔寨大妹子 正在船上收割密密麻麻的水葫芦 虽然被围得水泄不通 可俩人是一点也不怂 他左手水葫芦又扯拿菜刀 游刃有余的摘叶砍根 除了静以外 什么都不保留 而另一个大妹子呢 则是在一旁举消性感 没多长时间 两人就处理好了一滚滚的水葫芦 然后再排成排进行亮晒 为了看起来更美观 他们先把静感清洗干净 然后再进行巡征 粗的放一起 细的放一起 根据不同的大小 制作不同的手工艺品 地毯 背垫 帽子 摆件 每一个物品的背后 都是水葫芦的身影 天然绿色无染 皆是耐用还美观 环保人士看一眼 拍手称赞 妙连连 虽然水葫芦工艺品的材料成本不高 但他呀 费时间 三个人换一周 就能组成一场替毯 卖给老外 能赚300美元 约合人民币2000块钱 这个收入啊 对咱们来说并不高 但放在柬埔寨农村来讲 却高不少 所以当地很多农村人 在空闲之余 都会摘水葫芦 做手工艺品售卖 5 7 8 5 1